被称为新北学姐的蔡婉容 在辞去新北市副发言人职务之后 正式投入国民党新北市议员第九选区的初选 在地方上大大小小的活动上 勤劳献身拉票 才84年次的她被外界质疑 是不是太过于年轻 自力不足 她表示年轻肯听肯做才是最重要的 要把这样的力量化作为为地方上做更多的事 我觉得现在国民党也很需要一些年轻人的声音 那我觉得年轻人并不是说想法有多特别或多特殊 但是我觉得我们很愿意跑 那我觉得肯听肯做多做一点事情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必备的条件 蔡婉容说在大学期间就住在新店 非常喜欢新店这块土地 所以更想要让这里可以更好 所以自己也有许多想法 不论是交通教育产业还是各方面 都希望未来能够有机会 逐步实现让新店更好 新店这块土地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 那我也希望我可以一直留在这个地方 那一直留在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就是你会希望这块土地越来越好 不管是交通也好 或是一些教育也好 就是我觉得年轻人 我们有年轻人的想法 那如果我接下来就是长期 我想要待在这边的话 那我也当然希望这边有一个 更长远的这个规划 目前国民党在第九选区参加初选的包括了黄兴华 李佩真 尤浩玲以及蔡婉容一共四个人 在初选中青年可获得家权 对于这样的优势 蔡婉容表示并非单凭家权 而是自己真的有内容有论述 他会努力倾听不同的声音 了解民众的需求为民发声 这个家权对我们来讲当然是优势没有错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要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虽然有这样子的优势 但是我们不是没有内容的 我们是一定是有自己的一套论述 或者是我们自己是对这个地区有什么样的想法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优势 青跑地方让更多人知道自己肯听肯做 是蔡婉容最想要让民众了解的 她说的确有不少人听到她的年纪都很惊讶 有肯定也有质疑 不过她会不断的累积经验和历练 并且付诸行动好好做事 让她爱的这片土地可以更好 记者陈晓丹采访报道